由商税商学院主办的邮轮晚宴慈善拍卖活动于上周末在南加州长滩市的Entertainer号邮轮上举行 500多名宾客与政商界人士出席为City of Hope医疗中心的重症儿童购目得15000多元善款 18日傍晚位于南加州长滩市Rainbow Harbor的Entertainer号邮轮热闹非凡 随着几百位宾客排队登船邮轮缓缓驶出港口 商帅之夜慈善拍卖晚宴正在船上举行 蒙特利公园市前市长陈李宛若City of Hope放射科主任Helen Chen 聚员文化促进会董事长鲁安 知名书法家孙小华等政商艺术界人士出席 这次活动是一次慈善邮轮活动 主要我们是和City of Hope一起合作 为做一个慈善拍卖活动 把所有的捐钱款项拍卖款项全部捐给City of Hope的晚期癌症儿童 使他们圆梦做一个这种关怀 本次慈善拍卖的物品共11件 包括文房四宝雕刻作品 NBA勇士队纪念篮球 珍藏茅台 雪珠画作 名家书法作品等 商帅商学院北美分院院长王炳慎表示 感谢捐赠者嘉宾和宾客的踊跃参与 商帅商学院作为中国商学院在美开设分院的先锋者 致力于为北美经济文化交流搭建桥梁 同时希望借此活动的机会把慈善融入到商学院文化 那这个活动呢也是我们商学院希望能唤起我们广大在美国的华裔企业家 能够多多的参与我们的慈善公益活动 这也是我们作为商学院教育机构的一个心愿之一 那希望我们的华人在美国的这种慈善公益当中的这种身影 以及这种地位会越来越高 带动我们更多的企业家参与到美国的这种慈善公益拍卖当中 以及慈善活动当中 City of Hope是位于南加州帕斯丁那市的非盈利医疗机构 是全美最好的癌症研究治疗中心之一 在院儿童很多都患有癌症白血病等严重疾病 此次拍卖不但是对重症儿童的关怀 也是华人社会责任心的表现 风光卫视实习记者孙房思达 莫山记报道